歡迎收聽新視角 聽新聞 我是荷苗妮 由於持續乾旱 日月潭水量下降至最新低735.85公尺 相比較潭區滿水位的748.48公尺 兩者落差超過12公尺 因潭水消退 露出大片壩體於沙洲 潭堤更嚴重軍裂 長出雜草 宛如大草原 近日 一塊古墓碑意外露出水面 在潭底現身 引起輿論熱議 臉書粉專日月潭一等高發出貼文說 由網友4月17日去日月潭觀光 發現了一塊古墓碑 碑底部已斷裂 上面刻著乾隆丙銀年修 也就是說這塊墓碑是乾隆11年 公元1746年建造的 距今已有275年歷史 網上流傳的照片顯示 這塊古墓碑位於日月潭西側 大竹湖布道附近 墓碑上刻著蔡公錦天碑嘉成 由楊男子孫立石 祖籍唐號為永屯 有網民查證確認 嘉成的意思就是墓碑 也有網民表示 275年前再次修造 可能是檢古過再次安葬 還有網民分析 可能是早年有人葬在潭底 日月潭水壩建好後 湖水淹沒墓地 直到近日缺水才重見天日 臺灣地方史學家 日月潭土地正義學會會長黃錦生表示 墓碑上的先人可能是清朝時期第一批來開墾的漢人 時間大概是在雍正年間 日月潭當地黃姓後代子孫占大多數 現今資料沒有蔡姓家族的史料 目前已難以查證墓碑的由來 民間高人曾指出 日月潭是臺灣龍脈的關鍵部位 影響著臺灣的整體運勢 但在1999年 一座晦氣的九蛙蝶像被放置在日月潭裡 導致龍脈被毀 之後 臺灣地震 乾旱 災難頻發 臺灣此次旱情為56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3月7日 臺中市大甲鎮藍宮舉辦了一場大型奇雨法會 一眾高官道場求雨 奇雨法會一切依尋古禮 備有思雨神奇 商養鳥 以往都是皮麻帶笑 現在簡化改為穿白衣 臺中市長盧秀燕率水利 農業等多位主政官員全場3000人 持鄉祭拜了兩個多小時 有臺灣網友在臉書上貼出92年前臺灣首場奇雨法會的祈禱文 引起不少網友關注 據臺灣媒體此前報導 當時 奇雨法會剛進行完 臺中就開始降雨 不過雨量尚小 不足以解除漢象 直到當年9月中旬 全臺普降豪雨才緩解漢情 當時 臺灣《日日新報》以此語為標題 用近半版篇幅報導臺灣各地降雨情形 今年的奇雨法會舉行之後 4月18日 南投縣竹山 鹿谷等鄉鎮部分地區午後都出現降雨 日月潭晚間也開始降雨 突如其來的雨勢來得又急又快 居民高興地直呼 好久沒下雨了 不過待雨只持續了約10分鐘 根據氣象站資料 當時降雨量約4.5毫米 嘉義氣象站張濟卓表示 目前雨水量極小 無法解決乾旱問題 不過預測22日 梳立基颱風最接近臺灣 屆時可能會為仁義潭和曾文水庫帶來水量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